第四 侯大利慢条丝里的喝了口水 取过白玉梅的相片 来到孙望身边 你认识这个人吗 相片边角略为泛黄 相片中的女人留着长发 背着小胯包 其打扮时髦 放现在也不过时 我认识 这是秦永国的女人 叫白玉梅 她陪着秦永国 倒过银沟煤矿和乌家勇谈判 你说自己是中下层 怎么对白玉梅了解得这么清楚 煤矿难多女少 红圆煤矿有一个漂亮女人 大家都兴趣很大 我有一个朋友 当时在技术科给总工跑腿 他说白玉梅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在一起谈判的时候 经常把我们这边弄得哑口无言 虎帽三丈的 侯大力感觉自己心跳已经在加快 便取了一支烟 慢慢抽 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李亮 多大年纪 现在应该有四十岁了吧 当时挺年轻的 李亮在哪 早就辞职走了 我很久都没有联系他了 提审持续了近两小时 除了和黄大森的关系以外 孙旺几乎有问必答 提供了许多与白玉梅案有关联的信息 一直以来 侯大力每次面对白玉梅案时 内心深处总有浓重阴影 担心查来查去 得出一个让张小叔更加难以接受的结果 经历过秋红兵杀七案后 侯大力和很多老侦察员一样 遇到杀人案 总会在第一时间想到遇害者身边的人 秦永国是大老板 曾经疯狂追求白玉梅 张小叔的爸爸张智丽 因情生恨 因恨杀人 存在杀人动机 如果真是这样 此案侦破对张小叔来说是巨大灾难 提审孙旺得到一些更加深入的信息 白玉梅曾经深度介入 红圆煤矿和银沟煤矿的资源之争 遇害极有可能与此有关 这让侯大力长舒了一口气 离开看守所坐上越野车 侯大力这才拿起手机瞧了瞧 手机上显示 有江克阳的电话打来过 当时他在专心提问 没有接听电话 老客 在提审孙旺 你那边有新情况吗 哇 大力果然是神态 不服不服 我们在江州建议 建造了刘星 刘星很配合我们的工作 说萧萧有四个QQ号 都是他帮助萧萧申请的 萧萧为什么要这么多QQ号 我问我刘星 他说萧萧摘个音特别响 已经是一场用品 比如袜子 帽子 这些小东西都喜欢买很多 都在家里 许雷星到了今天 你的买纪念品都是一丝一丝 他一定买好多 刘星当时深爱萧萧 尽管觉得萧萧乱花钱 却还是接受了这点 如今真相大白 刘星想起 为萧萧忘的钱 一分之音 QQ才出来的时候 很容易注册 也不要求用手机号 当年很多人 都有QQ小号 不过大多忘记了 李友卿 为什么能记住 这么多小号 李友卿 也记不住这些小号 他家里有一个笔记本 记下了 与萧萧在一起的 点点滴滴 其中就当年给萧萧申请了 四个客户号 我这边 就要去调取 四个客户号的基本情况 希望能有惊喜 这个笔记本 以旁观者的角度 记录了萧萧的一些事情 对案情没有什么帮助 但是 对分析掌握萧萧的行为模式 又主其他 还有 我已经和西洋 几阵沉大队联系了 他们马上会派人过来 帮助我们搞清楚 这几个客户号 在省行总安排下 挖两面人和幕后黑手的技术工作 交由秦阳计真来支持 专二二组没有设立副组长 除了组长以外 其余皆是组员 江克阳是江州本土成长起来的侦察员 跟随侯大力时间最长 在实际工作中承担了副组长的角色 秦阳刑警支队为了配合省专二二组的工作 成立了以继真陈军海为首的技术组 签了保密协议 专门为专二二组提供技术支撑 吴雪坐在副驾驶位 听完侯大力对话 开口询问 哎 老邝那组顺利吧 他们找到肖肖的四个QQ号 这是好消息 可是我们别高兴太早 这有可能是重大突破的前夜 也有可能屁用没有 换案就是这样 和我们小时候玩的迷宫类似 有时候啊 我们以为找对了方向 其实前路不通 有时候胡走乱撞 一万能找到通路 你肖肖的性格 拿到东西不会建议防弃 我认为这四个QQ号 应该还在用 肖肖压根都看不起李友卿 纯粹是利用的 说利用都是亲的 应该是陷害 在这种情况之下 肖肖是有可能继续使用 李友卿注册的Q号的 简单的分析了一下 肖肖可能做出来的动作 不一定对啊 英雄所见略同啊 难得得到大力的夸奖 我今天心情会很不错 越野车还在郊区 侯大力又接到江可阳的电话 陈大队给我们抽了话过来 四个QQ号 有两个QQ号在用 一个是大号 这是肖肖使用最多的号 另一个是小号 用的很少 近个时间 只和一个号码有联系 他们调取了聊天记录 很简单 也很有意思 许臣他队说 与小小小号聊天的客户号码 申请得早 当时不必使用手机号注册 才是没有查出 水注册 一些水在使用 可以肯定的是在江州使用 决定位置也能够设定 好啊 好啊 太好了 侯大力连声道号 不知不觉中 越野车的速度提了起来 他随机警觉 松了松油门 又连续坐深呼吸 让自己平静下来 回到江州刑警老楼 侯大力无血 快步上楼 在二楼遇到张小叔 张小叔停下脚步 啊 你们才回来吗 等会我到常来餐厅吃饭 看见张小叔 侯大力想起孙旺记忆中 漂亮又强势的白玉梅 停下脚步 你先去 我还有点事情 张小叔向下走了两步 回过头 见到侯大力和吴雪 并肩而行的匆匆背影 这个背影 让张小叔莫名酸楚 他很想配合专二二组工作 可由于暗设母亲 需要回避 只能在一旁默默关注侯大力 侯大力走上三楼时 回头看了一眼 恰好张小叔也回头 两人对视片刻 目光在空中交接 随即各自朝前 来到五楼小会议室 端而二组全部到齐 毛峰逐渐在水中展开 散发出淡淡茶香 侯大力放下茶杯 现在开快 好客 你来讲 江克阳打开投影仪 调出聊天记录 这是小小偶陌生 开会号的对话记录 对话简单到奇怪 非常奇怪 猴影一放大 里面有今天下午四点三十七分的对话 可以了 好的 还是上次说的那样吗 嗯 出门注意安全 放心 我会小心 随后 陌生号码发出了一个笑脸 萧萧没有再说话 也发出一个笑脸 侯大力 略微仰头 望着投影仪目步 老秦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这种对话 不论怎么理解都可以 秦东江 脸上还有纱布 手臂上着夹板 看起来有点凄惨 如果陌生号码确实是杨永福 可以了这句话 前面还有省略 省略的 就是事情准备好了 时机到了 可以动手了这类话 下面的 还是上次说的那样吗 这句话的意思是 以前杨永福和萧萧商量过 他们什么时候商量过 但是萧萧没有前往扬州之前 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大事 那就是徐静之死 我们被龙雅人团伙袭击 龙雅人团伙成员死亡 还有陈飞飞之死 这一段对话的信息少得可怜 我们只能根据我们所需要的进行联想 也许根本就没有摸到门 我们盯住杨永福和萧萧 本身就是逆向思维 我们假设杨永福是幕后黑手 然后推导他的下一步行动 如果我们推导出的下一步行动 与现实相符 那么逆向思维就是对的 反之则有问题 在徐静案中 我们假设杨永福为了报复官白权 让官江州吸毒 设计让官江州弄死了徐静 一时两命 非常恶毒 官白权肯定包庇了官江州 当官江州落网之时 那么官白权也在面临牢狱之灾 一环接一环 一招比一招致命 如果侯大力推导成真 那么这是杨永福对官白权 最狠毒最彻底的报复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官白权不死也得脱层皮了 甚至可以说是被打下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翻身啊 这官白权究竟是做了什么 要受到杨永福如此凶狠 而猛烈的报复 我希望我的分析是错的 不希望人性恶到这种场合 大力的分析是对的 从杨永福以前的行为来看 他就是这种人 我恨不得马上就逮住杨永福 狠狠地揍他一顿 我们现在拿到了萧萧的小号 又分析了一些可能性 其实啊 啥用也没有 他们下一步想干什么 我们仍然是两眼一抹黑 从四点三十七分到现在 如果萧萧要干什么坏事 那时间已经够了 樊永的牢骚 直击要害 欧大力暂时没有破解之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得向朴老师汇报 省命案基案专案组独立办案 每个组有省公安厅的资深 行政专家联系和协调 二组和三组的联系协调人是老朴 老朴接了侯大力电话 听了几句 我在办公室 专心电话打过来吧 侯大力立刻返回自己的办公室 侯卫东官场笔记作者 2020年全新悬疑剧作 有声剧 侯大力行政笔记 作者 小乔老树 制作 蓝星格 主播 强仔 由独克情貌军 官方出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